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他已過世了幾年 你跟我們觀眾解釋一下 他有什麼病開始 怎樣發生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心臟血管阻塞 做了兩次心臟開心手術 後來他的尿管又阻塞 又做了plastic grain surgery 又跌倒 又做了total hip 後來又發覺他的腎 不得好 又要做洗腎 後來最致命的地方 就是他的肺肺有癌 這個是多久時候發生呢 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六個月內這麼多事發生 那你不是很大的打擊那時候 你一個人自己跟他 那時候是嗎 是啊 女兒都在附近住 但是女兒只可以內衷來看 由我一個人照顧他 那你覺得如果是 你已經是一個 有醫學有很多的training 你先生又是 有醫科那邊 又有很多的training 那如果沒有你這樣的 背景的人呢 他應該變得難很多 是 當然 那種情形的話 你說如果是 一個人病得多 沒有辦法 但是這麼多事情一起發生 當然很大的打擊 是啊 那對你來說呢 最難是什麼呢 最難都是他 他對於飲食方面 他是 不是那麼容易 adapt 他有時候很多東西不喜歡吃 是嗎 那樣就更難 哦 這樣 那你想吃的 他就不一般喜歡吃 是啊 這樣東西我要遷就他 哦 這樣 但是很多事人 他喜歡吃什麼呢 中國菜 還是其他 他喜歡吃炸野 炸野 龍蝦 Oyster 最好 最不好的東西 就是 趕快吃光 是啊 這個真是 當然中國人 很多人不喜歡吃 這個不能說 對他來說 當然 當然 又要遷就他 但是就傷他 就是很難做 是啊 這一點 我知道 觀眾已經聽到 應該知道 很難處理到的問題 是啊 對 那 他最後來 他說 我知道 他最後來 發生了一些意外 他連車牌都不可以 不可以開車 對他來說 這個很大的 是很大 打擊 尤其是損害他自尊心 嗯 但是沒有辦法 他 unsafe 他不可以開車 尤其是他開車是陪那些 grandchildren 陪grandchildren 和他出去吃東西 哦 他自己喜歡吃東西 這個 剛剛中國人 真是 為這件事 真是很重要 是啊 是啊 我們大家都理想 知道為什麼 是這樣的 那你說 跟其他的人來說 你說 如果他們有什麼 應該會 應該要組織的話 就是 如果有病 沒有病之前 嗯 你是不是覺得 他們應該個個都是 組織身體檢查 是 這件事很重要 是吧 就是我經常都說 我對自己的病人 就是 你沒事的時候 都應該檢查 是 是 你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你都可能 少就可以幫你搞定 是 是 大就很難了 是 那這件事情 大家觀眾應該就是 就是 學到這一點 我想這些人 以後 你年紀老的時候 還可以有健康 還可以高興生活 是 不是說 就是 有什麼大事出 是 多謝 多謝 Betty 我想再問一問你 就是 就是 你最後那六個月 呢 跟你先生在一起 嗯 因為他這麼多病 又不能開車 又自己出入不方便 嗯 是 那你怎麼一個人可以搞定 這麼多事呢 那我最重要是分配一些時間 嗯 OK 早上我六點半 我就去女兒幫忙 九點半 幫什麼呢 那時候去 他們有BB 哦 有BB 哦 有BB 是 我幫他們 receive baby 接受 baby 幫他們餵他們 換便 嗯 那到九點半 我就回家做早餐 九點半 晚上 就很壞的了 是啊 嘩 都有這麼多精神 嗯 那你做完之後 九點幾回家 九點幾回家 下午呢 我又回到day care 幫忙 等他那些工作人員去吃鴨 那我在幫他們 你就幫他們 看他 看到他們吃完鴨 下午呢 我又再回家照顧他 嗯 或者看醫生 帶車去看醫生 看車去洗神 哦 那你很忙哦 打針 吃肉 是 和他驗血 嗯 不簡單 這個真的不簡單 如果不是你有這樣的訓練 這個真的很難 但是你一定有精神 夠精神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嗯 很佩服 這個真的 多謝 是 大便 是 大便 是 超級水 的 不簡單 是 最多 是 是 不簡單 不簡單 你 是